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 先生 长江的源头不是明江吗 那是因为上书与公里记载 明山倒江的说法 后人误以为长江的源头是明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先生 先生 小心 先生 先生 几千年来以鹅传鹅 无人纠正 先生 那您是想纠正这个鹅物吗 对 我要看清地形地貌 把它记下来 来 徐侠克先生啊 敢于纠正前人的鹅物 他经过实地考察 在宿江纪元中 将金沙江论定为长江的正源 真了不起啊 三百多年前 他没有现代地理学的测绘手段 凭双脚行走双眼观测 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徐侠克先生 突破了我国古典地理学的数字 使我国地理学 进入到近代地理学的新阶段 这在中国地理学史上 具有重大意义 我幼时就有追溯长江源头的梦想 追根溯源 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 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 来 来 先生 小心 来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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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脚都这样了 不能再走了 这点伤痛算得了什么 历代先贤 开辟家园 正所谓 高山如富 江河如母 追根溯源 是我们后代子孙 殷尽的本分 我们要沿着 仙人的脚步 向前一步 再向前一步 再向前一步 这腿好像不疼了 你脚多肿了 没事 探寻长江的源头 是中国历代地理学家的梦想 我们 在前人的足迹上更进一步 完成溯源 从今天开始 母亲河长江的长度 确定为六千三百公里 超越密西西比河 成为世界第三大河流 来 咱们共顶长江源头的水 庆祝一下 来 来 来 生险 神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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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想 喝一口 长江源头的水 四千多年前 皇帝大禹等先贤 披山通道 治理江湖 分定地域 用石箭为中国古典地理学奠基 三百多年前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克 成前起后 为近代地理学开拓创新 此后一代又一代地理学家 既往开来 中国地理学逐步演进成 现代地理学 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 就让我们一起识读 中国近代地理学 奠基之作 徐霞克游记